要说奥特曼这样的特色剧也会被禁播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吧 其实像高斯奥特曼这样禁播过的还真不少 诺亚还被删掉了15集呢 另外还有两个奥特曼更可怜 他们出场的机会都被底下抢走了 高斯奥特曼被禁播这件事 其实就发生在这部剧播出十几集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这部剧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而是主角五藏的扮演者山谱太阳出问题了 据说他在生活中打了小孩 这事后来闹得很大 电视台后来决定 将他主演的高斯奥特曼下架 不过一段时间后高斯又播出了 因为主角的问题解决了 只可惜了乃乌斯奥特曼 他要出来救场高斯 可是没多久也只能禁场 至于诺亚奥特曼的剧集会被删掉15集 说实话这件事真是让人接受不了 其实大家看看 Nexus奥特曼有多少集就明白了 远古还真是删掉了十几集呢 据说是因为这部剧就收视率不行 远古觉得很失望才要删进剧集 还有人说是远古资金不够用了 只是为了省钱而已 反正不管怎样 这部剧确实删掉了不少 反派黑暗路西法都没出来呢 要说被删掉剧集大奥特曼 不是诺亚奥特曼经历过 下面这几个奥特曼也经历了 而且原因也是各种各样 比如说初代奥特曼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收视率特别好 拍到30多集的时候 员工反而觉得太长了 后来才会草草收尾 至于赛文雷欧纳乌斯 他们的剧集都被删进过 这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不过像清洗奥特曼 就不只是删剧那么简单了 远古直接要求对方删剧道歉 说是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们拍摄奥特剧了 那完了 还有两个奥特曼 他们没有登场 就被底嘉给代替了 试探机的阿基雷斯和赫劳奥特曼 远古以资金不足的理由 将他们拿掉 并且让底嘉 同样拥有20的所有技能 你说这事是不是起人太深了吧 这样事情还没完 远古让俩人出现在第一集中 没几分钟 却被怪兽给提碎了 其实远古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两人以后再也不可能出场了 好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发表在视频下方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不妨点个赞关注一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